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那就是西周初年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确立 这套制度明确规定 全天下只能有一个主人 周天子 周天子死后 天下由地藏子继承 成为下一任天子 而其余的弟子和树子们就成为诸侯 并可以获得一块封地 拥有这块封地上的所有资源和子民 这块封地就叫做国 诸侯一旦去世 他们的地藏子就成为下一任诸侯 其余的那些弟子和树子 同样也可以在诸侯国内获得一块封地 并同样拥有这块小封地上的所有资源和子民 这块小封地就叫做家 这些家的主人就是大夫 同样的道理 大夫死后 家只能由地藏子继承 而大夫其他的儿子们就被统称为氏 氏是最低一级的贵族 他们没有封地 但不再降级 氏的所有儿子仍然是氏 有身份 可以读书 也拥有做官的权利 这样天子 诸侯 大夫和氏 就组成了我国历史上早期的贵族阶级 在这个阶级内 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天子要平天下 诸侯要治国 大夫要齐家 氏则要做到修身 氏往下还有大量没有身份的平民 他们被统称为宿祖 宿祖阶级是中间阶级 因为下面还有奴隶 奴隶是最低阶级 贵族阶级有财产有身份 宿祖阶级有财产无身份 奴隶阶级无财产也无身份 这就是我国夏商周三代 奴隶制王朝的基本社会构成 在那个时代 官员是世西的 贵族阶级完全垄断了 获取知识和做官的权利 各阶级之间基本没有上升的通道 简而言之 就是有些东西你出生的时候没有 这一辈子也就不会再有了 上古时期 人们认为天下是无限大的 天子永远有国分给诸侯 诸侯也永远有家分给大夫 事也永远有官可以做 这也是这套制度可以维持下去的必要条件 但时间推进到了春秋战国时代 人们发现天下不是无限大的 这方天空之下的土地和子民是有限的 天子的手里已经没有土地分封给诸侯们了 诸侯们也就没有土地分封给大夫们了 当然也就没有那么多官职 可以提供给所有的事了 于是这套之前看似完美的制度开始崩塌 天子成为摆设 国与国之间为了争夺更多的土地和子民 开始互相攻伐 有的诸侯被兼并 有的诸侯被国内的大夫架空 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奴隶这个阶级消失了 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迅速来临 大量的世人终其一生也没能做官 甚至穷困潦倒 沦为落魄贵族 数族阶级则伴随着一位圣人的诞生 迎来了低缕阳光 孔子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老师 他的口号是有教无类 即任何人都有获取知识的权利 于是在他的倡导下 大批数族出身的平民 学到了治国平天下的本事 同时 但随着频繁战争下 对人才的强烈渴求 获得了官职 积深进入了上流社会 如子禄 吴启 庞涓 苏秦 张仪等等 于是贵族和数族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 世人群体迅速壮大 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社会阶级 士族阶级 时间来到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以无与伦比的辉弘气魄 让混乱的天下再次归为一统 天子换了个名称 皇帝 封国制被郡县制取代 官员由世西改为任命 贵族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 彻底瓦解了 所有人都被划分到了 士 农 工 商 这四个阶层中 于是士族 这个当年在贵族阶级中垫底的存在 一跃站上了新时代的顶端 从士族阶层中走出来的官僚和豪强 叫做士族地主阶级 从农工商这三个阶层中走出来的官僚和豪强 叫做士族地主阶级 剩余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平民阶级 就这样 地主阶级和平民阶级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 从夏朝到秦明六国 官员的主要构成是贵族地主阶级 从秦朝建立到隋唐 官员的主要构成是士族地主阶级 从隋唐到清朝灭亡 官员的主要构成是士族地主阶级 其中两大最关键的节点 就是分封制的消亡和科举制的产生 其中士族地主阶级的统治时期 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是孕育阶段 从汉武帝到曹丕建位是发展阶段 从曹伟建国到后来的两晋南北朝 是其巅峰阶段 这其中的两大关键人物 就是提出霸出百家独尊辱术的董忠书 和向曹丕建议用九品中正制 来选拔官员的陈群 所谓三国就是指三个并率的国家政权 公元220年曹丕串汉称帝定都洛阳 魏国建立东汉灭亡 一年后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 史称纪汉或蜀汉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定都建业国号吴 至此三国才完全建立 可公元263年蜀汉就灭亡了 因此真正的三国时代 其实持续时间很短 只有短短的34年而已 所以史学界一般将公元220年曹卫建立 到公元280年西地统一 这60年的历史全部看作三国 这就是狭义的三国时期 可是如果这样划分 袁绍 曹操 关羽和巡羽 等大名鼎鼎的人物 就与三国完全没了关系 他们生活的历史时期都应该在汉末 尤其是曹操 恐怕没有人能接受一个没有曹操的三国 所以史学家又将三国开始的时间 提前到了公元184年黄金起爆发 小说《三国演义》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于是将公元184年到公元280年统称为三国 就得到了史学界的公认 这就是广义的三国时期 于是我们发现 不管是狭义还是广义的三国 这段历史时期都是士族地主阶级 从发展强盛走向巅峰的过渡阶段 抽丝剥茧之后 历史事件发生的本质慢慢被揭开 很多看起来不合理的事件 不再那样难以理解 比如董卓为什么舍不得封赏自己的部下 而把高官都让给了寻爽 杨彪和蔡英这些人 比如军事实力如此强悍的动作 短时间内都灰飞烟灭了 而得到了本地士族集团支持的刘彪 却能够单枪匹马的提领荆州 比如为什么说寻玉和诸葛亮的加盟 对曹操和刘备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比如为什么曹操想要篡汉 就一步一个坎 看似难度很高 而威望远远不及父亲的曹丕 二月份接受了陈群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法 到了十月份费汉自立的时候 怎么就那么轻松 怎么就再歌再舞 普天同庆了呢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书 大处百家独尊乳术的建议 将儒家思想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 以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 作为考量人才的标准 这就让官吏的选拔具备了可操作的前提 于是查举制便正式确立了 两汉的查举主要是三科 举笑脸 举秀才和举贤良方正 所谓举笑脸 就是由各郡的太守从本郡内选拔出孝敬父母 清廉勤政的人才出来做官 人口不满十万的郡 每三年举荐一人 不满二十万的郡 每两年举荐一人 二十万人口以上的郡 每年可以举荐一人 人口达到四十万以上的大郡 每年可以举荐两人 每年全国产生的笑脸 看似数量不多 但这已经是平民进入官场 最主要的途径了 三国时期的曹操 袁树 公孙赞 荀玉 贾徐等人 就都是通过笑脸进入仕途的 举秀才 就是指选拔优秀的人才为官 到了东汉 为了比光武敌留秀的会 秀才改名为帽才 与笑脸相比 帽才的选拔标准更为苛刻 笑脸由各郡推举 帽才则主要为周举 每年各州次使或周末 可以在本周内推举一位帽才 朝中的三宫 每年可以各推举一位帽才 东汉全国只有十三个州 再加上有推举权的私立校尉 和少数王公 每年产生的帽才人数 其实非常稀少 因此 能当上帽才的 大部分都是已经为官多年的 现任官吏 凭借帽才的出身 在仕途上更进一步 普通人想要通过帽才入室 简直难于登天 虽然全国 每年也出不了几个帽才 但三国时期还是有牛人的 比如张昭 张昭并非出自顶级的名门世家 但却凭着一首好字和满腹的才学 成为远近闻名的高士 年纪二十岁 便被彭承国相 取为笑脸 前途可谓一片大好 可张昭却一点都不稀罕 将这全郡仅有的一个名额 给让了出去 几年后 张昭的名声更加响亮 身边经常高捧满座 其中包括狼牙名士赵玉 东海名士王朗 和广陵名士陈林在内的 很多名声以如雷挂耳的高士 甚至连当时的徐州刺史陶谦 都对张昭仰慕已久 拿出了每年仅有的一个名额 上赶着将他举为了茂财 因为数量稀少 所以朝廷对茂财出身的世人 往往极为重用 可没想到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竟再次被张昭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弄得陶谦很没面子 他认为张昭蔑视自己 因此恼羞成怒的将张昭抓了起来 幸亏得到了朋友的帮助 才得以逃脱 跑到了江东 笑脸和貌财都属于常科 除此之外 还有不定期开设的特科 最主要的特科就是贤良方正 大部分都是在发生了天灾之后 由皇帝在学子和现任官吏中 选拔能力贤良和人品方正者 授予官职 三国时期出身贤良方正的 比较著名的就是刘烟 刘烟先是因为宗室身份 做了郎中 因为不是进知宗室 所以没有过硬的出身 官是做不大的 多年之后 刘烟才被推举为贤良方正 从此官运亨通 一发不可收拾 历任冀州次使 南洋太守 宗正 太常等高官 这才积攒了出任一周目的资本 在两汉被查举的人才中 现任官吏的占比 始终维持在四分之三左右 本来每年全国就这么点名额 还要被那些已经做了官的人 占取一大部分 因此普通人 想要直接通过查举入室的难度 可想而知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 那就只剩下征壁了 征壁就是皇帝或官员们 在社会上征兆鼠利 皇帝发出的邀请叫征 官员们发出的邀请叫壁 合称征壁 与孝联 茂财和贤良方正比起来 征壁就不算什么正经出身了 但好歹 也是一条出世为官的捷径 三国时期 通过征壁步入官场的名人 有很多 比如董卓 因骁勇好战而被当时的梁州刺史成就 征壁为从事 比如刘表 受大将军合进的征壁成为院属 再比如司马懿 官渡战后 曹操以司空府的名义 征壁司马懿出来做官 但司马懿却装病不去 赤壁战前 曹操以位置丞相 于是再次以丞相府的名义 征壁司马懿做了文学院 再就是陈群 当时刘备被淘谦表为御州刺史 在小配屯兵 第一时间便征壁颖川明氏陈群 做了别价 不过这段经历对于陈群来说 只能算是实习 陈群出身于名门望族 颖川陈氏 肯定不愁 没有官所 他看不上刘备的出身 刘备拜逃以后 他也就不再追随了 很快便被查举为茂财 担任了曹操手下的西曹院属 算是补上了出身 比起完全靠世袭的贵族政治 查举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毕竟还是为普通人提供了近身仕途的机会 但到了东汉的中后期 被查举和被征壁的世人们 成为了推举者的门生和顾虑 他们因查举人而走上仕途 往往对其感恩戴德 渐渐的形成了依附关系 地方选举权 更是被少数公卿大臣和名门望族所控制 他们推举官员 往往更看重出身而非财血 这些被推举者做了官之后 又会拿出自己手里的名额来报恩 于是累世公卿的门阀士族出现了 查举沦为变相的世袭 到了汉末的三国时期 出现了很多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 比如袁绍和袁树的家族 汝南元氏 连续四代都有人位置三公 门生故隶遍布天下 比如杨修的家族 同样四世三公的洪农阳氏 其余的一线名门 还有以王允为代表的太原王氏 以巡域为代表的影川巡氏 以陈登为代表的夏批陈氏 以崔衍为代表的清河崔氏 以陆迅为代表的吴俊禄氏 和以司马懿为代表的河内司马氏等等 这些名门望族之间 互相推举 彼此联姻 势力盘根错节 实际上 已掌握了所在郡县的官吏任免权 比如关东联军陶董卓的时候 当时袁绍的官职 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渤海军太守 十一路联盟军中 不乏像眼周刺史刘戴 和豫周刺史孔咒这样的高官 由于袁树的后将军 只是个虚子 所以当时的联军中 官职最高 权力最大的 应该是冀周牧韩父 可韩父却是元氏家族的故隶 还是靠着汝南元氏的提携 才有了如今的地位 这也就不难理解 袁绍这个盟主 为什么是众望所归了 比如从陶谦去世 到夏批被吕布偷袭 刘备曾短暂的担任过徐周牧 在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 刘备的手里 终于有了一个举帽财的名额 当时刘备手下的关羽 张飞和简庸等人 都没有正经的出身 这个茂财的名额 对急需提高政治地位的 刘备集团来说 简直无异于沙漠中的甘露 可不管对自己的老部下 还是徐州本地的名士们 刘备都没舍得用 对拥立自己上位的弥足 刘备也没舍得用 对从北海千里迢迢 赶来投奔的孙前 刘备还是没舍得用 最终在左思右想之后 刘备还是把这个珍贵的名额 给了袁绍的长子袁坛 此时的袁坛 虽然早已做了青州此时 属于名副其实的丰江大吏 但却苦于出身不显 毕竟袁绍虽然贵为冀州牧 可手里茂台的名额也不宽裕 因此袁坛高兴地受用了 这颗刘备扔过来的填藻 袁氏夫子也因此欠了刘备的人情 这就是后来关渡战前 刘备败逃 之所以选择北上青州的原因 当时袁坛亲率军队在边境迎接 给足了恩公面子 好事好喝的招待了刘备一个月 袁绍更是顾不上前线的战士 亲自跑了二百里赶来相迎 刘备用区区一个茂材 就搭上了四世三宫的袁氏 在乱世之中换了一条退路 这笔买卖实在不亏 当推举人才的权力 沦为各地军阀和名门望族之间 赠送报恩互相交易的筹码 那么公平公正也就无从谈起了 做官的权力完全被士族群体所垄断 但这一个从数族到士族的身份跨越 却成为了人们渴望而不可济 甚至终其一生都无法跨越的天谦 汉默的士族 大约跟欧洲中世纪的贵族有一些类似 但却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因为欧洲的贵族身份是可以授予的 女王给你个伯爵 你就是贵族了 这就是欧洲直到今天 还有贵族存在的原因 但中国的士族不行 士族的身份和地位是隐性的 是不能由别人来授予的 即便是皇帝也没这个权利 只能来自一个家族几代 甚至十几代累世公庆的传承 才能为子孙后代拿到这样一个 进入上流社会的入场券 比如弥足 鲁肃 饱读师叔 家产过亿 算士族吗 不好意思 有钱没地位 最多算土豪 比如孙权 父亲是欧洲刺史 哥哥是讨逆将军 吴侯 算士族吗 不好意思 你爷爷是瓜农 你家才显贵了两代 不算 比如刘备 年份是够了 祖上是皇帝 是诸侯王 不好意思 你的禁止祖先没落了 士族只能读书做官 哪有卖草鞋的 所以也不算 比如曹操 祖上是曹参 官至丞相 父亲是太尉 位置三公 爷爷曹腾 官至大长丘 获奉费庭侯 本人更是文采风流 独领风骚 总该算士族了吧 对不起 烟换之后 请出门右转 这三位汉末 最具实力的军阀 就这样 全都被悲惨的 划到了圈外 于是 只能各自 在这官僚士族集团 从发展 走向巅峰的 历史大潮中 苦苦挣扎 艰难的 找寻着出路 元祖靠不住 近亲更指望不上的刘备 只能高举仁义的大旗 来吸引 数族精英们的目光 所以一生 都在头破血流中闯荡 孙权 则选择了妥协 于是陆迅 雇佣 朱环 渝帆等江东世家大族的代表 便陆续占领了 东吴政坛的高地 气得咬牙切齿的陶操 则不信邪的 选择了抗争 明理暗理的 与这些自视甚高的 名门望族们 较上了劲 于是公元210年 一道古往近来 最大胆 最偏激 堪称空前绝后的求贤令 在三国时期 有一个特殊的现象 就是文武官僚的构成 两极分化 曹孙刘三家的文官 基本都是由氏族人才担任 而武将却大多出身不高 曹魏集团的文官 如寻玉 陈群 忠遥 划新 陈玉 杨秀等人 大多来自世家名门 氏族出身的寥寥无几 但武将如夏侯敦 夏侯渊 曹仁 曹洪 曹淳等人 却大多是宗室成员 如于晋 张辽 月晋 徐黄等人 则是夏级军官出身 还包括如许楚 李典 和藏霸 这样的地方豪强 总体出身较低 所以出现了文官来自氏族 武将出自氏族的分化现象 江东的情况 也基本与北方类似 只是武将中出身氏族的战比略高一些 比如朱智 权从 周瑜 吕代 布志 和陆逊 等少数将领 出自名门望族 其余如成浦 黄盖 韩当 吕范 鲁肃 吕蒙 甘宁 灵筒 周泰 潘章 等大部分将领 都是在航武之间 或夏级官吏中选拔出来的 文官岗位 则一水的 由氏族集团把持 前期是以张昭 张鸿 秦松 陈端 和诸葛锦等人 为代表的江北市人为主 后期 则是以雇佣 朱环 陆继 骆童等人 为代表的江东本地市人为主 数族官僚 占比最高的 还是刘备集团 至于刘备本人出身微末 对世族人才 吸引力不足 有很大的关系 刘备手下的武将 如关羽 张飞 赵云 黄忠 魏延 陈道等人 全都与士林 站不上边 只有马超 勉强能算得上贵胄出身 早期的文官 如简庸 弥竹 孙前 和刘延等人 也都出身不高 直到诸葛亮加盟 又占据了 经义二周之后 手下 才开始出现了 士族清流们的身影 如庞统 尹关 马良 习真 蒋瓦 潘骏 法正 许静 和刘八等人 公元210年春 曹操发布了 第一道求贤令 在令中 曹操写道 人才不一定要品德高尚 如果还有江子牙那样 胸怀谋略 却因为不得志 只能在渭水河畔垂掉的 或者像陈平那样 劣迹斑斑 与嫂子通奸 接受下属贿赂的 请来找我 我一定重用你们 公元214年 曹操当上卫功之后 又下了第二道求贤令 曹操写道 有道德的人 不一定有能力 有能力的人 道德品质不一定过关 比如陈平 私德就很差 苏秦也不守信用 但陈平 却能协助高祖 夺取天下 苏秦也能救助弱小的燕国 所以这样的人 虽然有缺点 但废制不用 就太浪费了 公元217年 曹操又下了第三道 也是最后一道求贤令 这次在令中 曹操直接露骨的写道 难道民间就没有人才了吗 请将不仁不孝 但却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 推荐上来 不准遗漏 曹操的这三道求贤令 一万事 便产生了强烈的震动 在那个主要与中校连结 选拔官员的时代 这样不看道德品行 为财事举的偏激标准 可谓惊世骇俗 也表现了曹操 急于打破世家大族 对仕途的垄断 急于打破传统枷锁束缚 和急于选拔一批 忠于自己的官员班底的迫切心理 不过曹操虽然求贤若渴 连下三道政令 但产生的结果 却不尽人意 直到曹操去世 身边的文官 也没有几个 数族出身的高产 反而还落下了一个 不重品行的 奸雄名声 公元220年正月 曹操病逝于洛阳 二月份 灵鹫刚迁回野城安葬 上书令陈群 便拿着一个名为 九品官人法的提案 来找曹操筆签字盖章 曹操看后欣然应允 于是曹操政权 与世家大族之间的紧张关系 迅速得到缓和 同年十月 曹操在一片鲜花与掌声中 登上了皇帝位 我们这才发现 除了个别如荀玉这样 真正有政治理想的人之外 其余的那些所谓的汉臣们 其实根本就不在乎 天子是姓曹还是姓刘 他们关心的 只是本阶层的利益 能否得到保障罢了 比起曹丕和孙权 这样的妥协者 曹操敢说敢做 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实在堪称勇士 他与天斗与地斗 既与袁绍这样的门法斗 也与董卓这样的军法斗 既与世俗礼法斗 又与宫卿百官斗 可斗了一辈子 再回头望去 身后却早已是生命狼藉 也许曹操根本就不在乎 只是滚滚长江东试水 这被拍在沙滩上的速度 实在是快的 有点过于出乎意料了吧 九品官人法 又叫九品中正制 上城查局 下起科举 是我国封建社会的 三大选官制度之一 九品中正制 简而言之 就是朝廷在各州郡 设置中正官 负责世人的品评工作 中正官一开始 是由各州郡推举 后来便改为由三宫中的司徒 举荐 一般由朝廷中 现任的中央官员 接任 有的甚至由司徒本人 直接接任 品评的主要依据 首先是家事 即家庭出身和背景 比如父亲或祖辈 有没有做官啊 官制极品啊 有没有爵位啊 等等 其次就是个人的品行和才能 一般会有一句评语 类似于汉默的月旦评 比如涛涛的清平之奸贼 乱世之英雄 比如寻遇的王左之财等等 类似这样简短的一句话 然后综合起来将人才分为九等 上上 上中 上下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 品评完成后 成交力部存档 力部就以此为依据 对官吏进行升迁和罢免 九品中正制刚刚实行时 品评人物还是比较客观的 但很快便成为了门阀士族 垄断官场的工具 个人的才能逐渐变得无足轻重 家世则越来越重要 其中看似有九个品级 其实只有八个 因为上上品被视为圣人之品 是不轻易受人的 只是个虚品 其余的上中 上下 中上和中中 这四个品级被统称为上品 一旦平上 就可以直接进入仕途了 之后再足迹升迁 剩余的四个品级都算下品 下品是没有入室资格的 就这样 所谓的九品中正制 其实只剩了两个品 即上品和下品 明明旺族出身的世人 即使嘴外眼邪 大小便失禁 也能混个上品 数族出身的学子 即使有惊天为帝之才 也是下品 根本就做不了官 仕途自此完全被门阀士族所垄断 阶层上升的通道被完全关闭 从三国到两进南北朝 皇帝走马当时的接力更换 可这些门法们却始终屹立不倒 出现了国王家不亡的神奇现象 比如东晋的殊胜王羲之 就出身于首屈一指的名门世家 狼牙王氏 十六岁便娶了吃剑的女儿为妻 吃剑就是那位封曹操为卫功的 御史大夫吃绿的玄孙 是东晋的辅政重臣 官至司空太尉 王羲之一步入仕途就是秘书郎 宁远将军 后又升任江州次使 会计内使领右将军 所以诗人称其为王右军 可是我们翻面史书 也找不到这位右将军带兵打仗的经历 也不处理公务 每天就是游山玩水 喝酒作诗 要不就是写写字 养养鹅 吃喝不愁 潇洒一生 王羲之的儿子王辉之 王献之 也都是名震一时的书法大家 尤其是王辉之 官至大司马参军 皇门侍郎 可人家这官当的 除了零零俸禄 成天就是东游西挂 王辉之早年曾在车骑将军 桓冲手下 担任七槽参军 不责管理马匹 有一天 桓冲问王辉之 王参军 你知道自己在哪个部门上班吗 王辉之回答 不清楚 只是经常看到战马 进进出出的 我想不是七槽 就是马槽吧 桓冲又问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匹马吗 王辉之与之气壮的回答 这事 你认为我手下养马的人 我又从来不管 哪知道有多少匹 桓冲又问 听说最近闹马病 你知道死了多少匹马吗 王辉之笑了 我连火马有多少都不知道 怎么会知道死马的数量呢 桓冲听了哭笑不得 却又无可奈何 以后便再也没跟他 讨论过工作上的事 这就是南北朝时期 由九品中正制选出来的官员 像王熙之 王辉之这样的 起码还练出了一首好字 给历史留下了点遗产 可更多的 被评为上品的门法贵胄 却在如梦游一般的浑浑恶中 过完了醉生梦死的一生 三国的曹操 孙权和刘备 之所以最终都败在了 明文望族手上 说到底 这是个获取知识的成本问题 从上古到秦汉 学问都是刻在竹简上的 一部儒家经典 需要穷尽多大的气力 才能完成 到了东汉 蔡伦虽然改进了造纸术 但纸张的价格仍旧昂贵 这是穷苦百姓们 能消费得起的吗 所以即使到了隋唐 产生了科举制 门法士族也只是衰落 而并未消亡 只有到了北宋 雕板印刷术大量普及 活字印刷术产生 并伴随着用竹子造纸的工艺 日趋成术 门法士族才在科举制 印刷术和造纸术的 合力绞杀之下 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术族出身的学子 也终于在廉价的知识成本下 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公元213年5月 汉献帝被迫派遣 御史达夫吃虑 池杰侧命曹操为公爵 并赋予了他建立封国 并设置百官的权利 曹操将国号定为魏 将河东郡 河内郡 魏郡 赵郡 中山郡 长山郡 巨路郡 安平郡 甘陵郡和平原郡 共十郡的土地分出 作为魏国的疆土 定度叶城 同年7月 曹操在叶城建立了 祭祀曹氏祖先的宗庙 11月 开始在公国内部设置文物百官 此时 虽然汉朝还没有被取代 但却自汉初之后 首次出现了高度自治的国中之国 出现了两套并行不备的官僚系统 朝中很多汉臣作为曹操的亲信 而被授予了魏国的官职 再加上江东的孙权 和益州的刘备 也都以不同的官职开辅致士 设置百官 整个汉末三国的官决体系 就显得尤为混乱 关于爵位和官员林选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 下面大郎就重点解析一下三国的文武官僚设置 三国的官制基本沿袭自东汉 只是略有改动而已 有中央官制 也有地方官制 仍旧是以中央的三公九卿制 和地方的郡国制并行 三国中曹魏的实力最强 地盘也最大 天下十三州 曹魏占了九个 因此官僚设置自然也最完善 不过因为曹操长期邪天子令诸侯 所以在曹批篡汉之前 始终存在着两个政权机构 一个是以汉宪帝为代表的朝廷 一个是以曹操为代表的霸府 其中霸府是真正的政令和军令的发布中心 也是朝廷的幕后控制者 在东汉的文官系统中 品级最高的是太傅 即皇帝的老师 是唯一一个位在三公之上的文官 因为地位太高 所以经常控制 袁绍的叔叔袁维就曾做过太傅 后被董卓杀害 董卓又自称太师 位在太傅之上 不过这属于非常规情况 不计算在内 所以在东汉 太傅是仅有的一个 比三公还大的文官 因此又被称为上公 仅次于太傅的就是三公了 东汉的三公是太尉 司徒和司空 其中太尉为三公之首 负责掌管军务 比如曹操的父亲曹松 就曾做过太尉 司徒实际上就是西汉时期的丞相 负责管理政务 三国时期最著名的司徒 就是密谋诸杀董卓的王允了 司空则负责掌管土木工程 按东汉的理智 太尉管天 司徒管人 司空管地 所以在三公之中 司空被免官的风险最高 董卓执政时代 寻遇的叔叔寻爽 曾任司空 不过很快就病逝了 于是光禄大夫冲服 就接替了司空的职务 一年以后不知道哪里爆发了地震 古时候这种天灾 是要算到官员头上的 首当其冲的就是司空 倒霉的冲服就这样被免了官 接替他的叫淳于家 不过淳于家很快便掉任了 于是杨秀的父亲杨彪 就揭察当上了司空 不久 都城长安爆发地震 杨彪也被免职 县地只好又拜赵温做了司空 可没想到仅仅过了两个月 不知道哪里又爆发了地震 为平民愤 司空又当了铁嘴羊 赵温也就被免了职 由张喜接任 到了公元196年 现地出逃长安 又在曹操的挟持下 前往许昌之后 张喜也被罢免 曹操接任司空之职 从此 即使再有山崩地裂 也没人敢找曹操的晦气了 多灾光难的司空人选 这才稳定下来 事实上东汉的三宫 虽然品级高 但很多都是虚指 只是名义上辅佐皇帝 主持国家政务而已 比如太尉 看起来手握天下兵马大权 但其实连一支 只属于自己的军队都没有 军权都掌握在了大将军 大司马等这些五官们的手里 在政务上 东汉真正的决策机关 实际上是尚书台 因此不管是三宫还是太傅 如果没有陆尚书士的头衔 就是虚指 如果有 就是实权 比如王允 在铲除董卓之后的官职 以司徒录尚书士 总理朝政 这才是真宰相 曹操在将天子 赢到许昌之后 先是以司令校尉 录尚书士 后又被败为司空 行车骑将军士 所谓百官 总及乙厅 这就是实权在手了 从赢县帝 入许昌 到赤碑之战前 费三宫 设成像的 这十几年的时间里 曹操一直在司空的位置上 总览朝政 司徒 是有名无师的赵温 太尉则 三宫之下就是九卿了 在东汉 九卿名义上 归三宫分别管辖 其中太尉管太常 光禄勋和魏魏 司徒管太普 廷魏和大洪卢 司空管宗正 大司农和少府 九卿中的正职叫清 副职叫成 各自都有主管的政务 其中太常负责宗庙礼仪 在大型的祭祀活动中 引导皇帝祭祀 太常清甚至可以代表天子 做主祭人 太常门下 掌管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部门 其中大多与祭祀有关 比如扫墓 守灵 观测天文 调整历法 等等 其中有两个部门较为关键 一个是太使令 就是负责记录历史的史官 另一个则是太学 太学是当时天下唯一的一所大学 是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 太学生的人选 由郡县向中央推荐 再由太常清 亲自面试选令 大多数都是世家子弟 有的毕业后可以直接做官 县帝进入许都后 由王伟担任太常清 光禄勋负责掌管宫廷守卫 有一定的军权 又接近皇帝 因而地位非常重要 迁都许昌后 县帝任命吃虑为光禄勋清 光禄勋下设光禄大副 太中大副 即名字中带狼子的 一郎和各种中狼将若干 如五官中狼将 左中狼将 右中狼将 南中狼将 北中狼将 羽林中狼将 虎闷中狼将 等等 巡御在去世之前 曹操曾让他以光禄大副的身份 持节 参丞相军事 以此为名义 将他强行留在了军中 贾许也曾长期担任太中大副 陈群的父亲陈继 曾任五官中狼将 公元211年 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狼将 不过曹丕的这个五官中狼将 除了还沿用之前的名字之外 职权已经完全不同了 他甚至可以自由设置官署 权力比光禄勋还大 已经相当于父丞相了 这些中狼将 平常在皇帝身边负责警卫工作 因而很容易得到立功的机会 汉末镇压黄金起义的两大主将 黄浦松和朱骏 就曾分别担任左右中狼将 袁绍和袁树兄弟 在董卓进京之前 也都曾担任过虎奔中狼将的职务 曹璋在带兵讨伐乌环时的官职 是北中狼将 曹植也曾做过南中狼将 一郎则一般都顶着参司空军士的头衔 成为曹操的心腹 比如一郎参司空军士董昭 心皮 化心 赵燕 张继 曹臣 杜席等等 到这里我们发现 县帝迁都许昌之后的光禄勋 已经成了曹操 加封心腹和儿子们的专用场所 宫廷数一拳 实际上已完全掌握在了曹操的手里 对手下这帮大爷 光禄勋青根本就不敢管 职权已明显被加空 九卿中的魏魏也是掌管皇宫守卫的 不过与光禄勋不同的是不负责皇帝的贴身侍卫 而指掌管宫门的守卫和巡逻工作 下设宫车司马令和南北军 苟卫皇宫 马腾迁都叶城后 曹操上表现帝将其封为魏魏青 不过马腾一直在叶城被监视居住 而皇宫远在许昌 所以马腾的这个魏魏青完全就是个血脂 曹操也不可能给他掌兵之权 公元212年5月 毫无还手之力的马腾被一灭三足 太普是位皇帝主管车辆和马匹的官 下设若干马就 汉末的战马是重要的军用物品 全部归太普总管 汉末的大儒经学家赵琪曾任太普 李郭之乱的时候 袁绍与公孙赞正为了争夺冀州而大打出手 同时还在济南与曹操交战 于是县地便派遣太普赵琪前去调停 当时赵琪已年近九十 名震天下 威望甚高 袁绍和曹操听说后都主动停战 并亲自率军在数百里外迎接赵琪 在说服二人退兵后 赵琪又给公孙赞写去了亲笔信 言辞非常恳切 公孙赞也不得不卖给赵琪一个面子 放弃与袁绍的争斗 转而将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幼州目流域 曹操也趁机向东南扩张 袁绍则趁着外部压力减轻的契机 开始着手较出激州内部的黑山军 袁曹公孙三方之间也因此休战了数年 廷卫主管司法和牢狱 各州郡的疑难案件必须上报廷卫裁决 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 廷卫拿不准的也可以选择上报给皇帝 东汉的皇帝一般对司法权很看重 认为这关系到国家的稳定 因此廷卫有一项特权 那就是他的奏章皇帝是不能留中的 必须尽快予以回复 如果遇到特别重大的案件 皇帝也会召集百官一同会审 由皇帝亲自裁定后再交给廷卫之行 除此之外 廷卫都有直接定罪的权利 县帝迁都许昌后 任命东海国相徐囚为廷卫 大红卢负责接待来京朝拜的诸虎王和列侯 即管理少数民族事务 例如翻国县礼 列侯授封 四子继位 夺绝薛帝 死后调宴 义定士号等都要由大红卢经手处理 赤壁之战前 由从举城投降 荆州的投降派代表韩松 就被曹操封为大红卢卿 宗正负责皇族事务 主要是掌管皇帝家谱和名册 确定诸虎王的低数身份 和与皇帝的血缘亲疏关系 每年都要修士谱 两汉有一亲一贵的制度 宗氏亲贵们如果犯了罪 是不归庭位管的 要先向宗正清申诉罪行 宗正清再上报皇帝 一般都会从轻发落 刘豫就是在宗正清的位置上 被封为幽州墓的 之后刘爱便接任宗正清 一直到东海灭亡 因为宗正清需要有老城持重的 皇室成员担任 很难物色到合适的人选 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军政实权 不容易遭到曹操的忌惮 所以刘爱竟在宗正清的位置上 不升不降的干了二十多年 算是汉末三宫九庆中 最稳当的一个了 大司农掌管国家的财政和税收 包括粮仓 国库 曹运 水利 治钱 掩铁商业和官员的俸禄等等 事物很繁杂 在曹操时代 还要掌管全国的屯田工作 公元206年 曹操亲率大军 经胡关进攻并州 为了防止并州刺史高干的势力向南渗透 并进一步加强对河东郡的控制 曹操强行调离原河东太守王毅 并在巡狱的推荐下 任命杜姬为河东太守 王毅在河东郡围官多年 爱护百姓 深得民心 就因为不是曹操的亲信而被免了官 于是一气之下 便带着太守应寿前往许都 找汉县帝哭诉 为了安慰他 县帝就拜王毅做了大司农 大司农下设主管梁仓的太仓令 主管仿制的平淮令 和主管制作军粮的导官令 等多个部门 刘烟被封为益州牧师 赵伟就担任太仓令 他深信董福对益州有天子气的判断 因而毅然辞官 跟随刘烟一起去益州上任 后果然得到重用 被拜为正东中郎将 还平定了甘宁等人的叛乱 不过刘章结位后 赵伟见他性格软弱 随密谋反叛 很快便兵败甚死 这一年是公元201年 距离刘备入川 还有整整十年之久 赵伟至死也没弄明白 益州上空的天子气 究竟是为了谁而盘旋 九卿的最后一位叫绍府 绍府也是管钱的 不过不同于大司农 掌管全国财政 绍府是专管皇室财政的 也就是皇帝的小金库 此外还有皇室的日用棋局和服饰 绍府下设了很多部门 有负责给皇帝看病的太仪令 也有负责皇帝饮食的太官令等等 因为工作上经常要跟皇帝接触 所以绍府与皇帝的关系 往往非常亲近 曹操掌权之后 这个部门也就理所当然的 成了反曹的桥头堡 孔荣就曾担任绍府清 长达十余年 经常没事就拿曹操开帅 终于在赤币战前被曹操杀害 接替孔荣 接任绍府清的是耿姬 耿姬与寻玉和杜姬是好友 而且在许多 耿姬和寻玉还是邻居 当时还未做官的杜姬 晚上经常跑到耿姬的家中聊天 两人高谈阔论 时常聊到天亮 寻玉就在隔壁支着耳朵听 听了几次 发现杜姬是个人才 于是推荐给曹操 成就了这样一段 着遗珠于沧海的佳话 公元218年 耿姬联合太医令基本等人 起兵反曹 失败被一灭三足 因为东汉朝廷 真正的决策机关是尚书台 所以三公九卿手里的实权 其实都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很多以伦为虚指 尚书台原本隶属于尚府 只是尚府清手下的一个分支部门 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机关 随后渐渐从尚府的掌控中脱离出来 单独成为了真正的决策中枢 尚书台主要负责管理奏章文书 起草诏令 但东汉的皇帝 大多年龄太小 或昏庸不理正事 所以实际上朝廷的政务 长期由尚书台直接处理 权力非常大 因此尚书台又被称为中台 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 左右溥页相当于副尚书令各一人 下设相当于吏部的吏部曹 相当于公部的左民曹 相当于吏部的克曹 相当于兵部的武兵曹 相当于户部的渡支曹 共五个部门 各曹设尚书一人 这就是后世三省六部制的原型 五个尚书 两个溥页再加上尚书令 这八个人实际上 执掌着朝廷的大部分决策权 因此又被合称为尚书八座 从公元196年 曹操将县帝签至许昌 到公元212年去世之前 巡域担任了16年的尚书令 曹操长期在外征伐 巡域就以此职务 掌管全国的大小事务 曹操上不了封巡域为万岁庭后时 巡域不想接受 因此扣住了曹操的奏章 曹操又亲笔写来书信 巡域这才勉强接受 如果尚书令不同意 即使是曹操的奏章 也无法上达天厅 尚书令职权之重 由此可见一斑 巡域去世后 由华欣接替尚书令制止 五个月后为公国建立 十一个月后 曹操在公国内开始设置文武百官 华欣作为曹操的心腹 被封为魏国的御师大副 由于曹操在许昌的亲信 也大多被授予了魏国的官职 且尚书令的人选又过于关键 所以此后便一直空缺 直到东汉灭亡 因为尚书台的职权很重 所以就诞生了专门沟通尚书台 与皇帝联系的官员 这就是世忠 中常侍和皇门侍郎 其中世忠的地位最高 由世人担任 而中常侍和皇门侍郎 则由宦官承认 本来作为皇帝和尚书台之间的联络人 经常需要跑前跑后 所以世忠 中常侍和皇门侍郎 都是可以自由出入恭敬的 但因为世忠不是阉人 所以很容易出事 汉章帝刘达在位时 有个世忠名叫郭举 他就经常趁着自由出入恭敬的机会 与皇帝的妃子偷情 某天正在两人叠缆捣缝的时候 正巧被刘达给撞见 郭举知道自己活不了了 于是便索性拔出佩刀 想刺死刘达 幸亏侍卫们及时赶到 才将郭举诛杀 这桩突发事件 给刘达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 从此便规定 世忠不可随意出入恭敬 只有得到皇帝的批准后 才可以进入 而中常侍和皇门侍郎 本来就都是宦官 所以日常就在皇宫内居住 这样一来 原先级别最高的世忠 与皇帝的亲密程度 就远远不如中常侍了 汉末的中常侍操纵朝政 权倾朝野 成为宦官势力的代表 终于爆发了以张让为代表的 诗常侍之乱 将天下拖入了混乱的深渊 除了上书台之外 朝廷还设有专门的监察机构 即御史台 御史台的一把手叫御史大夫 二把手叫御史忠成 在秦朝和西汉的时候 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 位高权重 相当于副丞相 如果丞相死在了任上 御史大夫是可以直接接任的 属于名副其实的丞相候选人 所以每个当上御史大夫的人 没有不诅咒丞相早死的 背后死绊子的很多 到了东汉 取消了丞相制度 也就干脆连御史大夫 也一并取消了 于是御史台的监察智能 实际上就落在了御史忠成的头上 御史忠成是专门弹劾人的 有丰文言士的权利 如果御史忠成弹劾你 即使事后证明你是无辜的 御史忠成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说的难听点 谈了也白谈 御史忠成虽然品级不高 但在朝会的时候 却拥有专门的作息 可以与尚书令和私立校尉 单独跪坐 其他所有的官员 管你是三公还是九卿 都得记在一起 所以尚书令 御史忠成和私立校尉 这三个实权部门的一把手 又被并称为京师三督座 御宇在向曹操推荐严相 担任扬州刺史之时 严相的官职 就是御史忠成 后在任上被孙策手下的 卢江太守李树所杀 年纪38岁 最后就要说说私立校尉了 私立校尉 作为京师三督座之一 权势很重 是监督京师 和京城周边地方的秘密监察官 手下有一支直属部队 按品级算 私立校尉的级别在九卿之下 可按实权算 私立校尉就要高于九卿了 朝会的时候 即使对三公 私立校尉也可以直言不讳 当面指责 在东汉 京兆尹 左平义 右扶风 河东郡 河南郡 河内郡 和鸿农郡 这七个郡属于京师 不归地方管 所以又单独被称为四周 因此私立校尉除了监察百官之外 还相当于四周刺史 在东汉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中 权势极大的私立校尉 往往是双方拉拢的重点对象 公元189年 袁绍被任命为私立校尉 他正是凭借于此时的兵权 将宦官尽数诛灭 很快董卓便控制了洛阳 连他都认为私立校尉权势太重 所以称其为雄职 后来李爵独掌朝政时 也是自领私立校尉 公元196年 曹操带兵进入洛阳 首先就以私立校尉 录尚书式的职务 控制了朝政 前渡许昌 稳定下来之后才改换了职务 公元199年 官渡战前 曹操怕马超和韩隋 趁机偷袭自己 于是命中尧 以世中的身份 领私立校尉 持节督督关中军史 一直到公元213年 为共国建立 被调回叶城 中尧共担任了14年的私立校尉 此后此官职与上书令一样 位高权重 又找不到合适的替代者 所以始终空置 不再设 直到东汉灭亡 三公九卿 再加上上书台 御史台和私立校尉 就组成了东汉朝廷的 主要架构 除此之外 还有管理皇后宫中事务的 大长丘 以及太子公辽署等等 另外还有一个 单设的官职 叫执金玉 执金玉品级与九卿相当 但不归三公管 而是由皇帝直接捅属 执金玉手下 专门有一支遗仗和警卫部队 负责京城的巡查和防暴人物 并掌管武库 处理水灾 火灾等一切突发情况 皇帝出巡时 一般也由执金玉随行护卫 执金玉一出场 往往排场很足 高头大马 前护后拥 君荣齐整 威风赫赫 连少年时的官武帝刘秀 都羡慕不已 发出了示唤 当作执金玉 娶妻当得殷利华的感叹 公元189年 并州刺史丁元 受到了大将军何晋的征兆 带兵来到洛阳 被封为执金玉 不过同年 便被手下的主部吕布所杀 张秀投降曹操后 贾许曾被封为执金玉 讲完了中央官制 我们再来说说地方官制 两汉的地方官制 仍然沿用了秦朝的郡县制 其中也有很多诸侯国 属于郡县制和封国制并性 东汉初年 共在全国设立了105个郡 皇子在长大成人后 一般会被封为诸侯王 然后指定某个郡 作为他的封国 郡就改名为国 郡和国其实是一回事 只是教法不同罢了 每个郡设太守一名 掌管境内的一切军政事务 如果某个郡成为了皇子的封国 则太守就改名为国相 因为诸侯王们在封国内 只有部分实义 并没有干涉国相行政的权利 因此国相与太守 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职权是基本一致的 比如黄金之乱爆发后 曹操曾因平乱有功 被封为济南相 其实就是济南郡太守 因为境内住着一位诸侯王 济南王刘康 所以济南郡被改名为济南国 其他类似的 还有北海相孔荣 济北相报信 中山相张纯 佩国相陈规等等 各郡国的长官 不是太守 就是国相 只有一个例外 就是河南郡 因为东汉的都城洛阳 在河南郡 因此河南郡的长官 叫河南寅 河南寅的品级 比其他所有的太守和国相 都高 与九卿平级 太守下设中卫一人 分管军务 郡成一人分管政务 如果是诸侯国 郡成就改名为长使 直犬是一样的 也只是换了个教法而已 如诸葛亮的父亲 诸葛龟 就曾做过泰山郡成 郡以下设县 人口超过一万户的 长官称县令 若不足一万户 就叫县长 下设县位 县城 与郡类似 如果该县是某个侯国的封地 则县也要改成国 县长也要叫国相 县以下还有乡 人口过万户的县 下设四个乡 过五千户的至三个乡 过三千户的至两个乡 汉末战乱频繁 人口凋敝 很多县的人口 甚至都不足三千户 这样的小县 就只下设一个乡 乡一级的负责人叫瑟夫 主抓行政 财税和诉讼 还设有三老 负责评选孝子 真杰猎女 好人好事 等精神为名建设 每个乡设有十个亭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亭长 就是刘邦了 曾任四水亭长 不过亭就不算什么正经的行政单位了 亭长虽然有一些行政职权 但主要还是负责治安 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派出所所长 一个亭下设两个游 也是主抓治安 每个游下设五个李 李的负责人叫李奎 一个李大约管一百户人家 相当于现在的村长 李之下是十 管十户人家 十之下是五 管五户人家 主要任务就是监视百姓 谁家只要有异动 立刻曝光 除了这些基层组织之外 汉出地方官制的主干 本来就只有郡县两级 汉武帝时期 把全国划分为13个州 每周设次使一人 在各州负责监察工作 这些次使本来品级很低 只有监察权 没有行政权 甚至连固定的住所都没有 天天需要马不停蹄的 在各郡县巡视 发现实证不善的情况 也没有处理权 只需做好记录 年终亲自回京后 将记录的情况上奏即可 到了西汉后期 次使的权限逐渐加大 已经开始拥有了部分行政权 直到东汉监国 次使被赋予军权 并有了固定的治所 年终也不必亲自回京 而是派下属 向司徒府报送文书即可 所辖州内的太守 国相或县令 如果看不顺眼 也可以直接罢免 不必事前上报 次使府下设至中 别价 公曹 主部等左官 辅助处理州内事务 公元188年 在刘烟的建议下 汉陵帝将部分次使 改名为州牧 独掌一方军政大权 于是地方体制 彻底由郡县两级 变为了州郡县三级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 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 传播华下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